王室成员们无声反抗 拒绝对卡米拉型屈膝里 专家、德国配位 卡米拉已经加冕为英国王室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而是宫斗剧的楷端 偌大的英国王室 没有一个人从心底里认可卡米拉 统统都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加冕里的时候 出现了无比尴尬的一幕 当英国帝后完成仪式走出教堂的时候 王室成员们只对查尔斯型屈膝里 直接把卡米拉晾在一边 其中凯特王妃的表现最为明显 直接拒绝给卡米拉行礼 被外界猜测婆媳关系其实并不好 这次冲突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也让卡米拉下不来台 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皇家姻缘会 凯特却恭恭敬敬向卡米拉行屈膝里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 似乎凯特遭到了批评 才心不甘情不愿行礼 婆媳大战到了一处激发的地位 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 所有女眷都要对国王和王后行屈膝里 但是令人感觉尴尬的是 凯特和夏洛特就像商量好一样 就是不让卡米拉王后好过 加冕典礼上王室成员们集体反抗 统统只给查尔斯国王行礼 直接把卡米拉当成空气 皇家音乐会上 夏洛特公主也没有给卡米拉行礼 直接冲上了国际热搜 英国王室专家爆料 行礼并非强制性 而是为了遵守传统和习惯 也就是说 即使王室成员们都不行礼 其实也说得过去 只不过难堪的是卡米拉 王室官方也没有专门的行礼规范 大部分人也只是在模仿 王室专家汤姆鲍尔认为 大家之所以集体步行礼 即使是觉得卡米拉得不配位 第三者的身份让人如梗在喉 对此卡米拉王后无比生气 开始给查尔斯吹枕巅峰 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因此出席皇家音乐会的时候 王室成员们终于学乖了 开始给新王后主动行礼 最为匪夷所思的一点是 大人们全都恭恭敬敬敬敬行礼 夏洛特公主却反其道行之 或许王室成员们受到了胁迫 只能通过夏洛特公主发声 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 王室专家汤姆鲍尔认为 温莎家族都不认可卡米拉 甚至觉得她是耻辱 因此当卡米拉穿过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 所有人都站着不动 甚至没有一个人行李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卡米拉王后生活奢靡 直接引发了众议 为了独美不让女眷们佩戴王冠 自己则投顶玛丽女王皇冠 成为加冕典礼唯一的女主角 卡米拉购买了20件帕克鲍尔斯里服 而凯特王妃只有4件 但是令人遗憾的一点是 76岁的卡米拉人老猪黄 就算堆砌华服和珠宝 终究不如凯特王妃经验 肢体语言分析师达伦斯坦顿认为 凯特一直在忍受卡米拉 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大家看到的那么和谐 国习大战一直都存在 卡米拉强势又霸道 凯特王妃也不愿意示弱 经常用戴安娜的珠宝反击 显然群众的眼光是雪亮 王室成员们无声的反抗令人感动 大家似乎更加支持戴安娜王妃 卡米拉德不配位却成功加冕 简直就是华天下之大击 查尔斯瑟琳智昏让人无法理解